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蒜拍碎 然后切掉末 切点小米辣 锅烧热 抖适量的油滑锅 油烧至微微冒烟倒掉 这样炒鸡蛋不粘锅 锅中再次倒油 倒鸡蛋液炒熟 炒鸡蛋液弹 炒炒鸡蛋液 炒鸡蛋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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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柄鸡蛋液 薄鸡蛋液 炒熟以后关火出锅 锅中再次放油 放入蒜末小米辣炒香 放入韭菜翻炒一分钟 加点食盐和鸡精调味 把鸡蛋放进来翻炒一下 最后淋入少许的生抽翻炒一下即可出锅装盘 一道美味的韭菜炒鸡蛋就做好了 吃起来鲜香美味 超级下饭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跟着大叔学做菜 让家人开心过好每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